針對王洪威議員的抹黑毀放行為 我們今日就會做出暗語聲告 各位媒體朋友 午安 好 我必須要對於國民黨今天 用這樣一個抹黑的奧迫 透過扭曲的方式 不入我的人格 表達一個很嚴正的譴責 我也因為每一次選舉 對手都會把我多年前 在此禁修的論文拿出來做惡意的攻擊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跟遺憾 民主選舉應該是正面訴求 我在這幾天不斷的提出 希望這是一場君子之爭 我希望的是端出牛肉透過政見 透過政績的方式來贏得民眾的支持 相關論文其實在2018年2020年的選舉 都有不同的政黨提出這個攻擊跟抹黑 那我和教授過去也都有做過相關的澄清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那國民黨因為我要參選桃園市長 想要服選張善政 靠置林之間版的宇昌案 企圖毀掉我和相關的老師的聲譽 我覺得無法接受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念台大國發所在職這個碩士的論文的部分 那麼我念台大國發所是我擔任議員期間 那我是在論文發表是在我這個當選市長這段期間 所以這時間序我必須先說明一下 當然稍後也會有一個更詳細的時間序的一個表給大家 那麼我在台大的這個碩論題目裡面講的是 三人競選之中槓桿者的政治社會基礎積極影響 以我自己2014年的選舉為例 那麼國民黨說的另外一位余正煌先生的作論 那個是也是2014年新竹市選舉研究 不過他提的是林志堅勝選的政治社會基礎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兩個人的論文是一樣的是以2014年新竹市長的選舉為例 但我何瑜先生 我們雖然都是台大國發所修讀相關老師的課程 不過兩人的論文以此存在是主題不同 研究對象也不同 結論不同 這是三個不同 天差地別 天差地別 那我先講主題不同 我的所論研究的是台灣選舉裡面經常出現的這種所謂的沙喀都的現象 那特別探討沙喀都當中無法勝選 卻能夠左右這個選情槓桿者以及沙喀都現象的成因還有選民的特質 那麼在2014年市長的選舉和2016年新竹區域立委選舉看到沙喀都這個現象 那我以自己設計的問卻收集的一手的民調資料作為分析的依據 那麼俞正皇先生的論文主題是探討民事間就是我個人勝選的因素 那2014年我勝選之後 大家都知道那場選舉 我的選舉普遍不被看好 所以當我勝選之後 談到國包所的老師還有同學或學弟妹 對選舉的變化覺得值得探討跟研究 所以俞先生透過人的介紹向我借了一手的民調資料 並完成了這個入文 可是實際上我才是原創者 等一下我也會透過手版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包括我的指導教授陳明通老師已經稍早做了一些澄清 那第二個是研究對象不同 俞先生研究的對象是我 他是用你之間作為研究的對象 那2014年慎選的原因 研究我慎選的原因 那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當年我的對手 也就是槓桿者之一 蔡市長 那我們兩個人的指導教授在指導過程 都建議採用相同的統計分析法 但是 紫尖非禮尖 這個不同人啊 比紫尖和蔡仁尖是不一樣的 那我是討論撒卡都中的蔡仁尖市長 前市長 包括蔡前市長的特質 以及支持蔡市長的選民的特質 好 第三個是結論不同 因為這個研究主題跟研究對象不一樣 那我跟俞先生的問題意思也是回憶 當然得到的結果跟研究的價值 有可能相同 也不同 那另外值得提的是說 俞先生在2016年先完成了這個受論的口試 那我在2017晚一年才立業 但就是像陳明通老師稍早向媒體所做的成績 他說俞先生是用了我提供的資料 也參考了我的出港 只是我比較晚畢業而已 當然因為後來因為我選上了市長 所以我的作論要交的這個工作就是比較晚 所以比較晚 好 接著我要來跟大家報告的是 2008年我從中華大學科管所說是在聖的 這個異業論文的部分 剛剛提的是國發所的部分 那我的論文是在研究 逐科要提升滿意度跟信任程度 那麼以提升居住環境改善為最優先 那我在就讀中華大學在職碩士班時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在念中華大學碩班的時候 我沒有任何公式 特別跟大家強調一下 當時還是助理 那我接受客觀所這個賀利行老師的指導 在2008年完成以TCSI模式 評估國內某科學園區的周邊居民滿意度 這個論文的口試 那這一個論文是由賀利行老師指導 李友貞老師擔任口委 那在2007年到2008年撰寫論文的過程當中 賀利行 王明朗 李友貞等老師 有一個TCSI 台灣顧客滿意度指標的研究小組 那我們大家一起做研究 一起討論 那過程當中 賀利行老師 還有我 還有王明朗老師 都曾經在2008的4月三個人聯名 在一場管理策略與經濟發展學術研討會 發表了這一篇論文 所以等一下時間序也會特別跟大家強調 其實這個2008 4月 我們三個人一起聯名發表了這個論文 其實就可以驗證我們沒有抄襲 這個是我們是援助 那我很抱歉 我要特別一提 我覺得非常抱歉 每一次因為選舉 那就造成老師的困擾 那我也要特別謝謝這兩位老師 賀利行老師 王明朗老師 過去對於我的這個課業上的指導 更要謝謝他們今天在稍早的時候 已經都簽名發表聲明 那內容當中他們都說得很清楚 我有參加足科管理員 管理局這個研究案的問卷設計 還有問卷的回收 以及資料的分析 也就是說老師都認為我都有 整個過程都有參加 使用自己參加的研究做碩論 大家老師都覺得合情合理 那麼2020年的選舉的時候 時代力量前立委徐永明就曾經針對 我在中華大學作任提出了不時的指控 當時我和這個學校的老師 賀利行老師 我們都有曾經過 所以我很遺憾 非常的遺憾 每次到了選舉 然後國民黨就把這個事情 就案重提 就文再吵 再吵一次 拿來做抹黑攻擊 非常非常的遺憾 那最後我要必須藉由這個記者會 向大家來報告 我一向非常重視個人跟團隊的名譽 過去不斷有許多人透過造謠 抹黑的各種方式 那為了圖這個政治的利益 毀謗我的人格 想要摧毀我的名譽 不過每一次我都會捍衛自己的名譽 所以都會透過法律的途徑 來杜絕這些在於人士 惡意的一個抹黑跟造謠 所以今天我們也初步跟律師做了相關的討論 會針對這個王洪威議員的抹黑毀謗行為 我們近日就會做出按理申告 就會按理申告 mim一下 也認同 在uit山中來不求 記者